我常常跟新鲜人讲说 你们要准备退休 其实不一定要到35岁40岁 才来想说我要准备多少钱退休 你刚踏入社会 当社会新鲜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沉迷的第一桶金 有了第一桶金之后 你才可以开始投资 才可以开始有复利的效果 到时候你比35岁甚至40岁 才做退休的人 你可以轻松很多 我的薪水 减到了我的投资跟储蓄 接下来才是支出 那不管是什么商品的比例 我都希望能够按照这样的原则 因为我投资跟储蓄这块不能变 我才知道说 如果我投资比例比较高的话 我可能这个月的支出就要减少了 那不管是我的退休蓝图是什么样子 我都觉得很重要的是 要有一个很坚实 很自主的经济来作为后盾 所以我再回过头来 我觉得不管是我退休了 还是继续做事情 我都不会放弃在理财这一部分的执着 秉持一个观念就是 持盈保态 借之再得 做工作的时候 你要全心全力地付出自己的力量 但是要留一口气 你本来给自己预期 10%的一个报酬率 10%之后你就要很有纪律地 赶快获利了结 让自己保有更灵活的弹性 因为无论退休生活 你的蓝图长什么样子 才能更没有后顾之忧 也会让自己预期待 或许多了 我都不会让自己预期待